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Simon 我現在駐守屯門警區軍裝巡邏小隊第三隊 日常的工作都是外出巡邏 反追岸巡邏 還有就是有可能會在報案室裏面 會有些做報案室的工作 我叫施子森 平時人們會叫我阿Sam 現在駐守元朗分區軍裝巡邏小隊第一隊 我和弟弟從小到大都希望 立志成為一門警察 中學的時候分別都會有些不同的講座 離學校去訓練 中學院警隊 有第一名非華裔的督察 叫呂文迪 文迪尚 當時他就是第一名非華裔人士 成為一名督察 在香港 當時他來到我們學校 做一個分享 他曾經當時說過的一句說話 就是不要怕去嘗試 其實成功的背後一定是有失敗 所以其實就算失敗也好 也要堅持自己的初心 去繼續自己的目標去進化 香港其實是一個很多國族的人士生活的地方 所以其實非華裔這麼多年來 其實那個困難也是存在語言上的障礙 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令到他們不能夠和本地人去交流 或者去融入香港這個社會 當時警隊其實有一個計劃是喜馬拉計劃 喜馬拉計劃這個計劃是幫助我們 去更加了解其實警隊的部門 也會有一些中文班和特定的活動 去讓我們參加 為我們投考的準備 都是事本公會的 有人已經做了警員的 他再跟我們分享 在面試的時候有什麼技巧 有可能是有些體能上可以怎麼準備 還有也會有一些訓練班 會幫我們準備 第一是廣東話 英文 烏都語 亦都懂普通話 我們都能夠和一些尼泊爾 或者人道人士去溝通 所以是五、六組語言 都是一個建議給一些香港的消息族 多些和人接觸 多些和一些本地的朋友仔去玩 又或者去交流 從而令到你自己在各方面都會有重度 從小到大都會有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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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努力 一定要去做到自己想要的事情 到今天真的成功的話 成功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所有事情都是值得的 就算你是什麼背景都好 不要低估你自己的能力 一定要保持一個想進步的初心 香港比較是一個發白的城市 資源都比較多 應該說有很多不同的計劃 給我們多些機會去了解香港人有什麼出路 政府在各方面都會對我們小數族有關注 尤其是一些低收入家庭的小數族 都會有一些津貼或者是一些部門設立為他們 得到一個幫助 例如我們警隊來說 其實我們都對一些小數族的市民 都有各方面的資源給了他們 遇到一些案件的時候 我們都會內部有些翻譯員去幫他們翻譯 所以我覺得其實香港政府一直以來 都是很關注我們小數族的這一群 很老實其實我們從小到大都是接受一個本地的教育 所以所有朋友都是一些本地的朋友 令到我們其實對於香港的歸屬感非常之大 我們倆兄弟這個例子 我都希望能夠給香港的小數族 不一定是小數族 又或者是香港的本地青少年 令到他們知道其實在香港是有機會 我自己希望未來是藉著自己的身份 繼續為香港的市民去服務和貢獻 希望可以幫到更多的非華人士 還有希望香港的未來是越來越好 二人 三人 三人 二人 感谢观看